换了这块地整利索了以后 跟老奶奶这个地的交界的地方 也给它确定好 以避免以后再产生什么摩扎个纠纷 你看这一直线 你挖着它往这边了 你这个应该再往这边来一点 然后多余的土 我把它拉到里面去 因为里面那个小院呢 比较低 这个小三轮车真的是给力啊 为这道房子的建设 立下来开马功劳 哇 整平了 现在这个挖机在这边 赶紧让挖机帮我把这旁边的 包括这条路旁边的这里的土啊 全部给它整平掉 因为这条路呢 左边它以后要还原成地的 把这些挖机平在这里 要还原成地的 所以这个门是不对着路的啊 全部搞完了 你看这边我有绳子围起来了啊 打着桩 围起来以后它那个车子就不会压到了 这边后期马上我这边要种菜 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来耕种的话 真的挺累的 虽然现在天气很冷 但是干一会儿都汗流浃背 所以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啊 珍惜粮食和蔬菜 还有就是要把这个屋顶上的 这个树的落叶给清理一下 这个树的落叶有点意思啊 就像红利坦一样 可以把它卷起来的 很有意思 像一颗果实一样 上面还有鸟叫 它一直下麻雀 没有菜吃了 没有菜吃了 你说的 我说的菜要把这个炒出来 你把这个炒出来 你吃吧那个菜 我现在我马上那个灶 灶我马上开始做了 灶 到时候灶好了我就在这烧饭 烧饭到时候炖什么大鹅 炖什么那个鱼 太湖那个什么桂鱼 芒鱼 大虾到时候都给你弄奶吃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你要吃我肯炒我那个 我不要吃 你要炒我那个 我不要吃